各位简友大家好 我是干哥 这一节为大家带来的这个简映更新课程是 电影大片开幕特效之作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种开幕的一个效果 好的这个演示视频那么就看到这里 这种呢其实就是在这个视频开头的时候 我们用这种上下拉幕这个开幕的一个效果 我们经常在电影院里面看到电影的这个开头 也是这种拉开开幕的一个效果 然后电影结束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所谓的黑场闭幕效果 也就是黑场开幕效果和黑场闭幕效果 那这个闭幕效果呢待会我们也可以来做一下 好的现在我们先打开这个简映 开始创作 然后呢找到我们的素材 这里素材我选两段随便选两段 第一段还是选这个 然后呢第二段可以选一个夜景的吧 更丰富一些 因为我找的这段素材呢是这个横屏 竖屏发上去但是是横着看的 如果我要把它改成这个横屏的效果的 那我要怎么做呢 先把这个比例改为16比9横屏 然后呢选中视频进行旋转操作 好这样就可以了 同时我们把后面还有另外一段视频导入进来的 也要做一下这个旋转 好这样的效果就已经完成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开始去找这个电影开幕的效果 那在剪映里面呢 它特别这个设了一个效果特效栏 然后这里面有这个 我们看从基础啊到这个动感梦幻 这个效果呢就在基础这里 那我们来把这个电影开幕的这个效果给套用 好的那么就是这个效果 我们来预览一下 好我们再给它套上一个电影标题的效果 或者说是Vlog的一个视频标题 我们找到这个文本 然后这个开始进来的时候 我们把它让开幕开到一定的时候 我们开始添加文本 然后呢我给它找一个paint的效果 然后把字体放大 然后字体呢是从这个晚一点进来啊 从这里进来才有这么大的空间 进来的时候一定要加一个效果 不然就是很突兀啊 出去的时候呢也给它一个电影的一个效果 好的 再来预览一遍 好的我们在这里做一个 闭幕一个效果 应用 2 1 2 好的那么开幕跟闭幕做好了 我们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把视频进行导出 所以这个电影大片的一个开幕特效 做起来是非常简单 因为在剪映里面的基础特效效果里面呢 直接就有这种开幕和闭幕的效果 我们只是要把握一下它的一个节奏 然后呢合适的加上一些开幕的一些效果 比如说这个电影的名称怎么样展开的 然后它的这个闭幕呢 也要注意一下它的一个节奏就行 好的 今天的那个课程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啊 有不明白的地方呢 欢迎咨询我